主要有我們新化獅子會 各位師兄還有師姐 各位領導師友 還有我們國際獅子基金會 慈善基金會 我們周一世以及一 我們各位捐贈的代表 還有受贈的代表 還有我們蔡英經議員 林啟文議員 還有我們社會局部局長 還有林俊憲的曾主任 沈正通的康秘書 還有周家瑋的許秘書 那今天非常多的捐贈 及受贈的代表 那我們剛剛主任所介紹過的 還有這個學前聯合協會 還有我們這個 木下室內有限公司 品樣進水 還有大根休閒農場 還有我們莊民國兒童教寶聯合 莊民國兒童教寶聯合總會 全新整合 還有台南應用科大校友會 還有我們嘉義士希望種子 兒童新少年成長 也許許多多的各位好朋友 今天可以說是非常非常高興 能夠讓台南的兒少 尤其是幼兒 他的一個健康和安全的保障 又往前邁進一步 尤其今天我們新化市值會 捐贈了22部的NED機器 能夠在第一時間 對於失去心肺功能 心臟停止飄動的病患 能夠有一些及時性的救助 事實上AD的設置 在近幾年來大家都普遍的 在公共場合 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一個機器的設置 那台南市也努力 不管是公司部門 在公部門的這個場合設置 民間的部門我們也鼓勵他們 在他們工作場合來設置 這樣子甚至在車站 還在一些地方 那這部分都會有這個AD的設置 那另外呢 但是我們在幼兒園的這個區塊 還有拖嬰中心的這個區塊 也是需要的 那也是希望我們讓我們的教保員 以及老師能夠熟悉這AD設備的操作 我們也會請消防局還有衛生局的部分 來做一個老師教師的教導 那這樣子大家會使用 那這樣子這個機器就能有幫助 因為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就是如果發生了緊急的情況 不管大人或是孩子 需要做緊急的心臟去戰 這個電擊 那就很重要的需要有人會操作 那也謝謝新化師子會 例子的講座 單位的講座 新化師子會的這個各位師兄的幫忙 那也能夠讓我們台南市 在幼兒福利方面 這個往前邁進一步 因為先前在拖嬰中心在北部的 凱凱案大家都知道 非常非常讓人家不捨 所以說我們希望在硬體軟體的部分 能夠再更加充實 也謝謝議會各位議員們的這個支持 能夠讓我們讓孩子的這個權益和福利 往前邁進一步 謝謝 感謝